我以为你提前带我去两天是去玩的 原来是去那家房 这款蚕蚕被 我们准备在直播间给大家炸福利哦 你们是去哪里看那个刀囊的演唱会啊 南京呢 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 两袋衣服够吗 透了 你出去就好好的玩啊 放松一下 没有我们要先到紫围呢 你去看一下 如果先去南通 如果他那里那个被子啊 去看一下被子 我们准备去那里先直播一场 然后再去南京 因为我们那个票是13号的票 如果你们去卖被子的话 就买紫团皮夹 好的 过来接一下秋子 看他下楼没有 来来来我来吧 这趟主要是陪你出门的 真的是享受到了女王的待遇 那是必须的 票的票钱呢没给你的 我们现在到惠林机场了 咱们先去南通啊 南通 是在南京吗 紫围叫我们说换季了 叫我们到他那里去看一下 那个家访 我以为你提前带我去两天是去玩的 原来是去卖家访 看来还是跟工作分不开啊 先去看一下吧 反正现在换季了 有很多朋友也想要 我们两个也想要 对不对 现实版 人在囧图中的王宝墙你看 一到楼下硬是要买个果冻 说了不能进安检 我看这里面筋筋筋掉了 好有呢 好有那个想死的欲望 想就高了就不怕了 哈喽 哈喽 主委好像你又长高了 我有没有找瘦啊 帅了 是不是瘦我不知道 但是帅了很多 我在他面前让他变瘦变高了 哈哈哈 果然是做家访的啊 让车上随时随地都是被子 走上车 好 我们来到紫威的 叫什么来着 中国国际家访城 蝶石桥 对这个地方啥也不多 就是家访特别多 对 你看去年我们卖的特别好的这个子母被啊 这反馈很好 包括我们同城很多姐妹都在睡这个被子 对我妈妈跟我讲了他说这个被子特别好睡 我上一年卖完这个被子回来之后 就是被人家就是 同行联名给投诉 我卖的太便宜了 我喜欢真的就是大家给 给个这个买过的朋友 买过的朋友这个不是吹牛的这个不演戏的哈 那个价格 后面还有很多亲戚让我给他家买的 我没答应 但是今年的要比上年稍微再升级一点 又升级了 呃升级值高不低 其实这个子母被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我是一年四季都在睡这个被子 夏天呢 你看这个可以当下两倍 然后呢秋天现在春秋了 所以这个然后到冬天 把他们两个拉到一起 就是一个冬被了 还有我们家七宝很喜欢睡的这个痘痘被 这个痘痘被呢是真舒服啊 这个没有睡过的朋友们真的值得体验一下 特别是你穿的很少的时候睡在床上 我这个痘痘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 就是你一睡这个被子你就不想起床 特别的软很贴身 这个大家都被我们去年记得 你还记得卖了 六千多单 卖六十多单 六千多单 六十 哦六千 哦六千 哈哈哈哈 这年我们真的是打到底的一个价格 我为啥刚才说卖六十多单 今天还有货吗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卖完之后 我都没得卖了 哈哈哈 你这个价格我也不说卖多少钱了 六千多单没人退 找着客服说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这个纯棉毛毛的 每年呢都有朋友问有没有纯棉的四线套 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 你看这一次找了一个纯棉毛毛的四线套 它这个也有很多颜色的 很厚实 有四个滑色很漂亮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滑色呀大哥 这个南瓜的 你看 好漂亮啊 而且它很厚实 我就很喜欢这种橘色的 这种撞色的很温馨 还有下面这一套 我觉得这一套可以当福利给大家赞了 这一套很漂亮 这一套大家明天一定要来直播现场啊 嗯 这套我们准备的过程不是很多 就是一个礼物 一个福利 四件套 今年又升级了啊 去年是小竹棉 然后呢 反馈也挺好的 很舒服 很软和 然后今年呢 又升级了 但是价格很炸哦 我想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姐妹喜欢睡蚕丝背的 平时我们去店里面买一床蚕丝背呢 起码都是大几千的 但是这款蚕丝背 我们准备在直播间给大家炸福利哦 对 明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我就暂时不拆开了 到时候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价格也很慈慧啊 对 价格特别特别的炸 这个刺销好漂亮啊 牛奶龙四件套呢 大家也可以提前存了 还有这个兔兔龙 明天呢 也给大家放福利 现在换季了 想要买家房的朋友们 今天上午十点 记得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哦 我们下午十分钟 再见 感谢观看